大家好,我叫崔安琪 我本人一直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AI 我其实不会说多口秀,今天来也是学习一下 但是我知道说谐音岗不会扣钱 所以这对我们做AI的其实是个好事 为什么你要把AI当成拼音来连读起来 那我们这做AI的就没法说了,就不让拖了 其实这个还不算什么 现在社会上对我们搞人工智能做AI的人有一种误解 说我们做的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工智障 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智能的吸引灯 放在我们家卧室的天花板上 很智能 下载个APP 手机控制 开灯,关灯 调色温,定时 挺好用 还能兑换 我说 开灯 灯就亮 我说关灯 灯又灭了 还能问什么呢 我说明天多少度 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情况 我说今天有什么新闻 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 挺好 结果当天夜里就出事了 夜里我正睡着觉 突然有人说话 网络已断开 我一听怎么回事啊 家里啊 我们那网抽风的网断 可这网断我也算不上 让他那灯告诉我呀 气坏了 把我吵醒了呀 没办法 翻个身继续睡吧 还没等我睡着呢 网络已恢复 这气儿闹的 这个后来我说啊 一气之下 我说算了 我不买这带兑换的 我怎么呢 又买一个智能燃气灶 很方便很智能啊 这个用手机控制 开火 关火 调温度 对吧 定时 而且啊 他说特别安全 绝对不会出火灾 那天我说 我炖的鸡汤了 不是毒鸡汤啊 就是精英的鲜鸡汤 炖鸡汤设定定时 手机设三个小时 好 然后我忙别的去了 等到时间我回来 一瞧 这锅是凉的 鸡肉也没熟 怎么回事 我赶紧上手机去查 他告诉我说 温度过高 自动关火 你说这燃气灶 他要再说原 温度过高 他可不一朝火就得高吗 难道还让我吃 生日不行吗 算了 我不要这个 这么安全的东西 我又买了一个智能电冰箱 智能洗衣机 电冰箱咱们买 买洗衣机好 也很方便 很智能 手机下载APP 我一点 开机 设定模式 然后选洗涤时间 10分钟 再选挑洗 两次 空干 一个小时 开始 点好了 然后呢 我就等着 等吧等吧 洗完了 我打开门一看 我没放衣服 我是这个 所以说 有多少人工 就有多少智能 我是全奇 谢谢大家